灯 灌雀楼 什么叫做明楼 只有明人光顾过的楼 才能算作是明楼 明不见经传的藤王阁 因王伯的钟爱而斩露头角 刚刚维修过的岳阳楼 则因为宋代文豪范仲淹的垂青 而受人瞩目 宝京战火的黄鹤楼就更迁运了 大诗人李白 王伟 白居 刘雨昕都喜欢她 也让她收获了最大的名气 而在中国的北方 还有一座雄伟壮观的冠雀楼 她西林黄河 景色齐绝 但自建立以来就很少有人光顾 孤单落寞中 她渐渐退去了光环 变得破败不堪 直到唐代 她才终于迎来了转变命运的关键人物 大诗人汪之焕 她登楼之后十分开心 立即赴诗一首 冠雀楼也因为此诗 积深到了中国名楼的行列 这首诗就是大名鼎鼎的登灌雀楼 一个秋高气爽的黄昏 王之焕兴智勃勃地登上了灌雀楼 他站在灌雀楼的二层 举目四望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白日一山进 一就是一棒 进在这里表示消失的意思 王之焕向西边一看 就看见太阳正一棒着远处的山巒 马上就要落山 消失不见了 转过头来 王之焕向着东方积木远眺 奔腾的黄河水 在夕阳的映照下 仍旧滚滚东流 最后消失在那天水相接的地方了 这不禁让王之焕开始想象 黄河入海流的场景 波澜壮阔的黄河 一路斜穿那流 分成跌宕 最后注入无垠的大海之中 想到这雄浑壮阔的场景 王之焕热血沸腾 可怎么才能亲眼目睹这样的景色呢 啊哈 有了 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 欲就是想要的意思 穷则可以翻译成达到极点 王之焕想要达到木极千里的目的 便又登上了更高的一层楼阁 正所谓站得高 看得远嘛 登高蓝井 写诗作父 是唐代文人的一大爱好 比如杜甫的灯楼 写下了花进高楼 商客心 万方多难 此灯林 再如李商隐的乐游园 也有 夕阳无限好 只是 近黄昏 这样的诗句 当他们 看到河水东流 夕阳西下 都在 伤高感怀 感慨 人生苦短 可 王之焕 却反其道而行之 用登高 来体现自己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 对于眼前的美丽景象 他并不觉得满足 而是向往更加开阔的高远境界 恨不得将祖佛的大好河山 全部尽收眼底 王之焕通过登高远望 如此热烈地宣扬了自己 勇于攀登 积极探索的人生理想 真是难能可贵啊 白日 衣山进 黄河 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 一层楼 阿弥烈地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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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烈地宣扬